第26題,將鹽酸溶於水中,並對溶液加以通電,此時正負離子的移動方向為何? 老師上課提示過,因為同性電相似、異性電相吸的關係,電解值導電的時候負離子一向正極,正離子一向負極 我們的鹽酸HCl解離出氫離子跟氯離子,氯離子Cl負是負離子一向正極 氫氏離子是H正會流向負極 所以第26題問我們說,此時正負離子的移動方向為何? 我們答案選的是C,氯離子一向正極,氯離子一向負極